真是好拿命 天氣乾 二 喂 當時是怎樣呢 真是 當時呢 打架球事件 嗯 那你作為球員 或者是一個助教教練的時候呢 其實你看到這種情況 或者你覺不覺察到這種情況出現 當時我打的時候 試試 體育踢一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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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訂閱下面是紅色的按鈕 不用見了 謝謝 體育踢一踢 繼續跟顧錦輝聊天 顧錦輝是荃灣出生 可以說是荃灣人 其實你最早踢球也是荃灣的 是呀 我是荃灣出生 還有踢球也是荃灣 讀書我也是荃灣 就是完全荃灣人 是荃灣人 但是為什麼會上了山呢 上了南華會呢 上了山都是偶然之間 初初我踢球在荃灣 踢月祖 月祖之後 接著就去東方 去東方 東方那時剛剛 又不是敏做教練 不飛 不飛 領隊就是林健樂先生 帶了我們幾個球員一起上南華會上山 結果由此開始跟南華會結合不解緣 成為南華會的球員 然後又是教練 又等等 在荃灣年代 其實你有一場球很重要 就是當時 荃灣對南華 令到南華就是降班的 八十年代 是呀 那場球就是因為最後一場球 最後一場球 因為南華會在大場做主場 對我們荃灣 那場球南華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和他也是要降班 要降班 那場球和荃灣打 我記得好像贏了1比0 贏了一球之後 南華就降班 因為那場球我有看 贏了一球之後 即是南華這場球輸了 或者和了之後 結果呢 就是南華要降班 降班 你也知道 南華球員特別多 結果呢 在銅鑼灣一帶搞事 當時是否暴亂 不知道 總之有人燒一下垃圾桶 弄一下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其實當時你們足球員 害不害怕 其實我們 我們不是很害怕這件事 即是打完球之後 他們暴亂都是 其實暴亂 我想他們出去都是發洩一下 或者踢一下垃圾桶 或者在那些垃圾桶 或者在那裡鬧一下人 這些事情 沒有搞到說 放火燒我那些不會 或者是少少為發洩 那樣東西 通常這些 你知藍會輸球多數是 在大陸上 剛出來那條路走 是那條路 他們在那裡鬧 即是過了那條路 那條路一落到下面 那邊桃灣那區 就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都是球迷 發洩其實很正常 你作為球員都見很多 所以球迷去看球 其實都有兩個途徑 第一是希望球隊贏球 第二是輸球的時候 都會罵 那時候我還未上山 我都聽到他們說 藍牙會一輸球 外面的店舖一定提早關門 因為他們的球迷就怕輸球 不開心 拿他們來發洩 這樣便提早關門 這些都是聽到 我當時都是聽到的 上了藍牙會 上了山之後 其實藍牙會那段時間 開始有些好成績出現 尤其是90年代 中94年 在亞冠杯前身得到亞軍 其實那場球又是怎樣的 入竹決賽那場球真的大頭長打 其實那場球是分主場下場 對於這隊屬於沙地阿拉伯的 中路隊 那場球就不幸運 我們是輸的 我記得好像輸 我忘記了 1比3還是2比0的一座 輸了那場球 那邊坐下打也是輸的 因為說真的 當時水平是真的 人家沙地阿拉伯的那時 是在亞洲區來說 日本或甚麼都 其實根本都不夠 當時90年代沙地阿拉伯的 整個亞洲來說 水準是前三位 最主要是前三位 除了伊朗 就是差不多 當時日本又未上來 日本剛開始上來 我們在那裏試過對讀賣隊 我們都贏日本 那時日本才開始上去 其實那時剛才日本才開始上去 那時做好清訓 然後日本也上來 那時韓國隊有一段期間 又剛清亡不接 90年代那時 其實那時正好90年代 其實中國足球隊剛起飛 因為那時剛職業足球聯賽開始 其實當時中國足球員 當時水準是不錯的 但後來搞壞了就沒辦法了 其實那時你會否覺得 我身為南華球員 在亞洲都拿到總亞軍 會否很光榮呢 其實來說 以我的球員來說 即是我的足球員 如果我打到這個成績 其實我覺得自己也有交代 真的 你對沙地 那麼高水準球隊輸 其實很正常 其實我們跟他打 在香港打 其實大家打下去 是可以打 不是說一面倒被人壓著打 所以踢球一樣 一面倒是沒有意思的 大家有實力打得打 其實我們跟沙地 其實真的有得打 我們作客書就很正常 作客書就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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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了 去到中東打球 或者沙尼打球 沙漠附近打球 真的很拿命 天氣乾 熱 當時是怎樣 當時 其實我那場球我沒有去 為什麼 因為那場球 我在香港主場 打到最後 十分鐘 就是完場 十分鐘左右 我是拿牌出了場 所以 你也少 那場球 因為當時 他推過來 就是他單刀 我強行要踢下去 技術法規 踢下去 其實直至紅牌 然後輸了十月馬 直至紅牌 就出了場 所以我這場 作客沙地 我就沒有去 其實那隊友 說回來怎樣 說回來一樣 說很熱 天氣熱 其實他說 反而天氣涼 天氣涼 他說都是打夜球 他打夜球 真的受不了 沒可能踢夜球 沙地 不能踢夜球 因為晚上 他說 不過踢下去 都辛苦 都是辛苦 因為不習慣 那邊是天氣 其實作為球員 去到不同的地方 又不同的適應 這個很正常 所以什麼叫做主場 主場 主場就是這樣 主場 第二球隊來到 他不熟悉 天氣環境 就是我們這個好處 我還記得有一次 大球場收檔之前 巴西那隊聖寶羅 來踢球 那一場球 就是薯仔田 薯仔田 薯仔田 把巴西隊都死了 我們香港都會贏 不是香港對象 而香港對象 那段時間 聖寶羅 我們在三天之前 贏了總督rift部分 贏了之后 休息一两天 休息一天 第二天 又立即对盛宝罗 那场球我很记得 因为那时在大陆场打 因为我记得我们五天之内拿两个冠军 那场球怎样? 因为盛宝罗是去了东京打完球 然后过来的 我很记得两个球 中场是一个右闸的卡夫 一个叫做中场的好球好球 李安立道 世界级投赛 其实当时我们这场是表演赛 纯粹表演赛 打算玩而已 不过我们领队之一叫拿虎主席 现在是叫拿虎主席 当时是拿虎足球部的领队 老板 谁之一的盧润申先生 盧润申 律师 那场球冠军之后 最初一天 他都鼓励我们对赛宝罗 就是不要放松 尽量去踢 因为很多球未进场 尽量去踢 尽量去踢 尽量用心去踢 是吧? 因为对手真是一级球 世界级 世界级 好凶 最少有四五个是巴西哥的队 巴西哥的队 而且名气很大 是 从来未想过 大家都想着去看 哪里有 我们说踢球前都没有想过 会议赛宝罗 就是希望大家尽量去踢 输小当赢 不是说输小当赢 不要说六孙才被人数 反而得效果出来 就是赢了世界级球队 很开心 我记得那场球 因为我也有看 很开心 八十到九十年代 其实都是香港的黄金足球时期 但是中间出现了很多打架球事件 你作为球员或是一个助教教练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这种情况 或者你觉不觉察到这种情况出现 当时我打的时候 其实听就听 有听的 什么打架球 就是听一听 就是有人接触我 我就没有 我没有流利 我没有流利 就是我没有踢球 我都是全心全意出去比赛 就是别人说什么 我就不会理会太多 就是我只是集中成来 去比赛一场球 听就听过 有没有打架球 有没有什么 因为当时试过 我们是南华队流浪 流浪 有几个流浪 因为那场球 关乎是港会 过不过班 那场球 南华好像是和球 因为我没有出场 因为那场球 我们教练收起了我们几个 因为过几天我们有球 打个杯赛 收起我们几个 我只是看台上看 那场球说南华会打架球 都试过 之后 年纪也有问过 我们上去问 那场球 因为那场球的低场球有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去比赛下场 我没有去看 只是球员在外面看 有没有人说 知不知这件事 我其实不知这件事 没有知这件事 是吧 所以假不假球 那些 知不知你 真是不知这些 我就奉此 不会接触这些事情 好了 作为球员 如果万一看到 那些队友 或者对方的球员 古灵精怪 例如应该去到 他不去 或者应该救到 他不救 那你会怎样 我很少留意到 自己球员的动作 通常我都很专心 我自己去比赛 我自己的表现 我只希望自己 自己集中 自己集中去比赛 有时候他们的 凹凸凸的东西 有时就 一下子一两秒过了 有时就发觉不到 其实我都没什么留意 这件事 我真的没什么留意 自后 告诉你这场球员 古灵精怪 你会不会也想回 那我会想 一定会想 就是会想 当时踢球的情形 环境 是否是哪一球 会不会自己想起 会不会 那球是否有问题 都会想 别人说 那场球有吗 我不知道 我正在选择 我可能会发觉 全心全意投入 这场比赛 我可能会自己想一想 也会想 会不会 是否有问题 也会想 但多不多 你觉得 我 我不知道第二队 不知道怎么知道 我觉得 我 我觉得 南海的球员就不悶 就是当时 就是我的年代 我看那时 是尊心踢球 你看我大家 成绩拿得很好 那几年 可能是拿得很好 成绩 就是拿多冠军 如果你说 打假球 可能会 都没得到成绩 一打开假球 对吧 通常打球 你对球会输 对吧 如果你输球 怎会拿冠军 对吧 好 顾锦辉就 荃湾人 变了南华会人 对吧 下一集 我们再谈谈他 他在南华会的生活 究竟是如何 看育TAT的朋友 要大家帮忙 看到下面有点红色键 subscribe 或者订阅 按一下 就证明你支持我们 多谢 多谢